1840年7月6日 大清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军事上遭外国政权彻底碾压 大不列颠帝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夺走浙江外海的军事重镇定海镇 亦是今天的周三群岛 以此为基地 英国将南方的贸易重镇 广州与金师的门户天津都纳入了其舰队武力威胁之下 8月道光帝下令和谈 但和谈在1841年的1月5日正式破局 大英帝国全权代表义律下令进攻大清最强火力王虎门 这一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 大清是怎么输掉虎门战役 以及英国如何并临广州城的 1841年1月7日 副仇女神号与其他两艘新型战船 接近虎门的第一道防线杀脚炮台 英国战舰不与炮台多足纠缠 直接将地面部队放到杀脚炮台火力不起的南边 很快英国的五个步兵团和陆战队就完成了登陆作战 由第26步兵团少校Thomas Pratt指挥这次行动 由陆战队打头阵 五个步兵团与炮兵点跟随其后 在行走一个多英里之后 Pratt率军登上了炮台南边的丘陵 并在丘陵至高点上见起野战火炮阵地 中国军队发现英吉利地面部队后立刻开炮 Pratt回忆说道 整个杀脚地区都被东国士兵牢牢占据 他们一见到我方就呼喊起来 挥舞着旗帜表示挑衅 并从他们的炮台上开火 我们迅速在三级上固制好火炮反击 在接下来的20分钟内 中国军队都在危机 在这次遭遇战中 公正的说 他们表现得很勇敢 然而 这时的皇家海军陆战队穿过了山的右肩 从东边袭击中国阵地 中国军队开始向后撤英军占领第一座炮台 同时 37步兵团的两个连也赶到炮台东侧 大清军队损失惨重 Pratt下令 山丘上的部分英军向前推进 随上方便 复仇女神号像鬼一样在沿岸炮击 炸毁随时战船与冲散中国守军 路面与海面的交叉火力网之下 中国守军阵型彻底被破坏 海军战队的两支连率先抢进炮台 挂上英国军旗 至此 沙角炮台失守 另一方面 海军上校James Guard 率四艘战舰逼近西边的大脚炮台 接近正午时 一支英军从南端登陆 一支从北端登陆 在海面上还有英国战舰炮击 三面假攻之下 大脚炮台也失守 至此 火门海防第一道防线彻底崩溃 英军0人死亡 38人受伤 清军则150人被俘 伤亡744人 11艘战船被毁 损失一共82尾炮台 接着 英军逼近第二道防线 隔天 1月8日 广东随时提督 关天培派人请求停战 英国舰队司令 博曼同意停战 但 广州当局必须即刻停止 一切军事部署 关天培虽然嘴巴上统一 但私底下 仍然进行强化第二道防线的防御攻势 关天培已经知道英军的陆战能力 也是压倒性的强大 开始在牙娘斜岛的东南侧 兴建隐蔽一室的炮台 共80位火炮 以保护近远 微远 正远 炮台的腹背 齐善与异律的第二轮谈判 最终也无果 而且英军也发现 清军正在偷偷加强防御攻势 2月23日 由皇家海军上校 后来关置皇家海军中将的 Thomas Herbert 率领复仇女神号与烧轻艇 从燕城湾北上山门口 驱走清军水深战船 和兵友并破坏上未完成的炮台 2月25日 英国舰队在夏恒当岛集结 万间 一小只工兵连与步兵登陆夏恒当岛 开始建筑野战火炮整地 设有三尊最先进的榴弹炮 清军虽然也发现英国的行动 但完全无能为力 26日清晨 英国方面的火炮向上恒当岛的炮台发起进攻 接近正午时 两艘英国驱逐舰向微远炮台附近逼近 一艘则停留在夏恒当岛 在溪水道部分 配有74门火炮的HMS Wellesley 与其他两艘战船在上恒当岛西边集结 并排成战列线 两侧悬炮准备向两边的炮台展开攻势 12点整英军战舰开火 中国炮台予以反击 同时第26部兵团少小 Thomas Pratt 再次率局登陆上恒当岛 很快就从后方 夺下了恒岛与永安炮台 在亚良邪岛的部分 三艘英国战舰 碾压正远近远 威远三炮台 同时 又有一支陆战队从南方登陆 从彻翼爆炒 下午两点 亚良邪岛全面被英军控制住 广东随时提督关天培战死 中国最强的火力网 被彻底毁掉 虎门第二重防线崩毁 清军伤亡350人 1300名士兵遭俘虏 英国方面 仅有5人受伤 隔天27日 Herbert上校率领 副仇女神号 与数艘轻艇 比进第3条防线的 大虎山岛附近 清军在黄埔江的左岸 布置了40艘水师战船 还有一艘由林哲虚买过来的 英国退役战舰 充当炮台使用 然而英国侦察部队发现 右岸的防御较弱 于是企划从右岸登陆大虎山岛 从后方包抄大虎炮台 中国守军发现后 希望阻止英军 能被英战舰的火力优势 给折服 接着 Herbert率领入战队 登上大虎山岛 2000名精锐清军杀过来 英国再度以绝对 优势火力碾压 至少300清兵战死 至此清军伤亡 至少1394人 1450人遭俘虏 英军0人死亡 受伤43人 虎门战役基本上结束 英军准备往广州城推进 3月2日 皇家海军的明日日行 Herbert上校 再次率舰 升入黄埔江 首先Herbert的舰队在黄埔岛 遇到中国炮台炮击 Herbert令海军陆战队 从后方登陆包抄中国炮台 这次行动造成中国守军 20人死亡 英军1人战死 隔天 广州当局再次请求停战和谈 大英帝国圈圈代表 义律同意了 令英军停止推进 然而根本的起义 始终没得到解决 道光帝只能接受恢复通伤 英国仍然要求全额赔偿 开放口岸 谈判再一次破局 3月7日 22尾被Herbert的军队拿下 48日 南边的河南岛上的海珠炮台遭攻破 其中 复仇女神号在迟疑中大放异彩 该战舰由于吃水浅 能够在澳门与广州之间的河域航行 全面摧毁中国炮台 至此 广州城的防御设施完全遭到瘫痪 英军登陆广州南岸 重新回到英国商馆 大英帝国的国旗 再次在中国领土上升起来 当日 在广州待罪的林哲旭记录所 英国军队开放飞袍 火箭各速时 广州城全境 已在大英帝国的火力笼罩之下 对英国远征军的领导城来说 已经很清楚了 和广州当局谈判没有任何意义 当时的青海大臣齐善 已经被道光帝撤职 禁匿将军 御前大臣义山 与战功标柄的洋方 成为广州最高的负责人 然而 义律很清楚知道 他们没有使权 对义律来说 他知道唯一向北京施压的方式 就是北上作战 但是 英国远征军的兵力 在1841年的当口 已经被分散了 一部分在广州 一部分在州山的定海 另外一部分士兵 因为各种疾病 被送回了印度 换句话说 英国需要更多路面资源 新任陆军指挥官 Hugh Goff 郭富建议先控制住广州局势 并同时 派人到印度求援 等到能投入地面作战的部队 集结完毕 在北上进攻 所以关键是 新的广州领导城 是如何看待停战协定的 杨芳在3月5日 就已经抵达广州 还亲自部署了 河南岛的防卧工作 但皆被英军 视如破竹一般见面 杨芳彻底意识到 这场仗 是不能打的 但义山呢 义山来自爱兴绝罗家族 是道光帝的指指辈 深得皇帝行来 此次南下 道光帝给了他 一万七千大军的增援 可承认上 蜻蜓主角派的代表人物 道光给义山的旨意是 大兵兜角 轻握一手 要他活着英吉利指挥官 义山在4月中才抵达广州 不曾亲眼目睹 印军的强大 义山移到广州 便找林哲徐等有经验的人咨询 设法计划出一套 克星的反攻计划 5月增援的大军赶到广州 5月21日 清军计划大局反攻 大量火船 在夜间逼近大英帝国舰队 下一期 大清将第一次 吹起反攻的号角 广州之战一触即发 敬请期待